乘法加法还有乘法减法的混合计算 从不同的观点找出不同的算式 拓展孩子的很多思维 规律徒刑的探讨 老师问我小时候的时候你在哪里 Hello大家好我是Andre Jisco接下来预备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影片 大家可以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们不定时会有优惠的资讯 还有抽奖活动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支新上架的影片喔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个扣条的延伸版 其实可以从三年级学到六年级 我们先从二三年级的开始好不好 来做一个摩天轮 用绿色的 我们现在要来学的是乘法加法 还有乘法减法的混合计算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要来做数学计算的时候 其实可以在这个底下 再加一根它就会比较稳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玩 原来 这个摩天轮呢 它的这个转盘它是绿色的正三角形 然后它的支架是什么 等腰三角形 对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要做形状 我们是要来计数 计算这个转盘 用了几根绿色的扣条 我们到了二年级 因为孩子已经会乘法 先算外面再算里面 就可以用6乘以2 就是622这样子 它还可以这样子看 如果我把这一根拔掉 然后这一根拔掉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怎么样的特色 这里是不是会有5根 然后另外这边也有5根 对就是5乘以2加2 再加上下两根 其实这个转盘 还可以从不同的观点 找出不同的算式 来上面这样子是 1234567 是不是有7根 然后从下面看是不是有7根 对也是行 但有两根重复 对两根重复 所以算是要怎么写 因为小朋友到了二年级 他们会学先乘后减 7乘以2之后呢 因为有两个是重复的 他就必须再减掉2 对 好我现在考考你哦 我拔这一根 那这个可以用什么算式来说明呢 等于是变成三个三角形 3乘以3吗 对然后还有这三根呢 3乘以3加3 太厉害了 那现在呢我们再来换一题挑战看看好不好 是 我们来做蝴蝶 哇感觉好难 现在来算算看他用了几根扣条 然后要用算式哦 那你觉得可以怎么算呢 先算一边 所以就会是3乘以3 乘以3 再加1 等于10 然后再乘以2 对 你的方法这个是比较难的哦 比较复杂的 然后我用的是比较简单的 我看三角形有几个 六个三角形 所以就3乘以6 然后加这两个触角就3乘以6加2 哦 那我刚刚看到这个 那为什么要把蝴蝶给封死啊 因为它这个是三角形嘛 那三角形有6个 然后如果你再加1根 就会变成7个三角形 然后就3 7 21 再减1 就这样 哦 就是先乘后减 是是是 然后呢也可以用颜色看 橘色几根 6根 然后紫色也有6根 绿色也有6根 6乘以3 然后再来怎么样 加2 对就这样 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个造型 然后让孩子呢 从这个造型当中 用不同的观点去看能不能找出不同的计算方式 是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拓展孩子的很多思维 现在我们要来进行一个规律图形的探讨 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边做一个三角形是不是用三根扣条 是好 然后我再加几根 会变成两个三角形呢 两根哦 所以呢两个三角形它的扣条有几根可以写3加2对不对 我如果要再多一个三角形的话还要再加几根 再加2哦 再加2那现在一共有几个三角形的三个三个 然后它的算式应该是可以3加2加2对不对 是不是加两个2 对就是第一种方法是不是 对哦 这个就是我国小最讨厌的火柴的题目耶 对对火柴棒 火柴啊 国小他这个就是火柴我超讨厌这种题目的 每次我都算错 那刚才是三个了嘛 那如果我要再加一个三角形要再加几根 一样是加两根 对 那五个三角形呢 一共用了几根 请你说出算式看看 3加2乘以4 对那考考你哦 如果50个呢 50个 50个三角形吗 对 一开始就有一个了对不对 对 所以后面就会是49个2 太厉害了 那你小时候如果碰到我 你就数学就变成2 老师我小时候的时候你在哪里 对对对 然后像这个题目呢 它其实也有一种不同的观点 就是我把这个1拿起来 就是我原来是1 然后呢我加一个2 就会变成一个三角形 那50个三角形呢 所以就是1加50乘以2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其实有没有很简单 是没有很难 哈哈哈 这题它其实还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它有5个三角形 是不是3乘以5 可是呢因为我们的题目要扣在一起 所以2个会重叠1个 那3个三角形就会重叠2个 太厉害了 然后5个三角形呢 会重叠4个 好那我们推论一下 50个三角形会重叠几个 等一下我先讲出这个算式 就3乘以5要减4 那50个三角形就3乘以50 50个三角形就是会重叠49根 太厉害了 所以就是要3乘以50再减49 对太厉害了 这个好难 这个我要记起来 改天我会忘记怎么问它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底边就是上面跟下面就2 弯弯的是3 所以就2加3 然后3个的时候 底边你看看底边有几个 1 2 3 然后弯弯曲曲的有几个 4个 所以呢这个叫1加2 2加3 那这个的话是3加4 然后这个4个的时候4加5 4加5 好那我们推论一下 因为2个的时候是2加3 3个的时候是3加4 2加3 3加4 4个的时候是4加5 那5个呢 我需要一张白纸 因为它是4加5嘛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它 5加6 对就是这样太厉害了 50个呢就会50加 50加51 太厉害了 这个也太困难了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推理建模 这样有没有很好玩呢 哇塞 好好玩喔 我们主要就是要透过一个直观的方式来引导 因为你今天如果跟小姐说 说有重叠 其实看不太出来有重叠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像这种学剧的话 如果我单看这个 其实再加影片的话 才可以事半功倍 对对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邀你来一起探讨 怎么样引导小朋友 那其实也可以做像正方型 大概做个三个或四个之后 我们就来用刚才的方式来推论 它是一个正方型是不是4 然后就加3加3加3 这样子的概念 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一根 然后就加3加3加3 是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重叠的也是一样 就像刚才那样 那如果我是从上面看喔 上面是3下面是3中间就会4根 对 那如果是两个的时候呢 上面是2下面是2中间就会3根 对 那我们这个学剧的那个补充卡片呢 就会送给我们的粉丝喔 要用扣条做这个图形的话 你会打算从哪里开始做 如果是小朋友有可能一根一根慢慢加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如果比较聪明的方法 比较快的方法是不是 就直接先做三角形 对厉害喔 那我们现在做好了 这样子一共用了几个三角形啊 12345678910 10个三角形 我们就可以问小朋友就说 像这样的话一共用了几根扣条 因为我们刚刚是做三角形嘛 都没有重叠 对 你很厉害 观察力很好喔 所以就是看几个三角形就乘以3 对很好 也有小孩子会这样子看 斜的 从这边看是1加2加3 往这边斜的也有6根 然后往这边的也有6根 所以他说6乘以3 所以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图形 可以让孩子有不同的观点来解决 是是是 好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喔 哈啰 赛爸爸 嗨 你现在应该对我们G-School的教具很熟悉了吧 真的 都快变成专家了 哈哈哈 好距离专家还是有一点路要走 好 G-School虽然主打给3到6岁的小孩学习 小孩会长大吗 对啊 这扣条当然玩到6岁以为不能玩了吗 没有 我们可以玩到小学六年级 所以我们这次新的计划主题就是我们要来把 K-School的主题延伸到小学版 给你一些特训嘛 哈哈哈 这次全新的计划我们预备了升级版的土塔 要送给留言给我们的粉丝 所以大家记得要去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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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